我叫王坤耀 95年出生在台湾的彰化 我从小是幼儿园的时候 就跟着父母来到大陆了 然后从幼儿园一直到初中毕业 都是在广东的佛山生活的 然后从高中跟大学去了美国 然后美国18年毕业之后 回来就来到了我们云南这边 然后接手了这边的基地 我父母的话 他们应该是二十多年前三十年前的时候 来到了大陆广东那边 在广东那边就是在那边设了厂 在湛江 翁远 还有城村 总部在城村在那边设了炮灰基地 然后他们是08年 08年才来到了云南这边去 在这边设厂一直到现在 其实高中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我也是会比较排斥去接手家里的事业 或者是去跟这些植物打交道 因为觉得特别无聊那时候 但是可能高中高三的时候就想了 其实慢慢的去接触这些花卉之后 还觉得蛮有意思的 因为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生长的过程 它不像机械化的东西 就是从头到尾是一样的 它每一天都在变 每一个环境不同的环境 每一年的气候不一样 它都要去应对 所以就慢慢觉得越来越有意思 然后我大学的时候 我就选择了这个跟植物相关的专业 这是蝴蝶兰 然后它的这个品种 我们叫它香槟 然后在市面上也是比较热销的一个品种 然后这个特点就是它多梗 像我们这种3.5寸的苗 这种状苗会来四只花 一般我们蝴蝶兰的话 就是一到两只 双梗这种就已经很多 那这个品种比较特别 会有三到四只花 像这种就是算大花型 我们是就像过年大家见的比较多的 我们平时做的少一些 平时做小花 那这个叫粉冠军 它的特点就是颜色很正 粉的很正 然后花特别大 是过年比较畅销的一个品种 它的话就是分叉性多 跟刚才黄色的相比的话 它的花梗数少 一般就是单梗 就是一直花 但是它的分叉性 它的花苞数量非常多 然后我们这种的话 一般就是做小杯寸的 价钱也相对会比较便宜 我们在云南这边种蝴蝶兰呢 最主要的就是看中这边的气候 因为这边全年可以吹花 因为蝴蝶兰它吹花的话呢 它是需要一个18度到25度的一个日夜温差 像在台湾啊 就是以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 我们一般是养苗 养苗的话呢 它就需要一个高温 稳定的一个高温 在28度左右 所以在云南这边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到非常低的成本 去做到全年都可以做 吹出蝴蝶兰花 像大家以前比较 传统的理念就是 蝴蝶兰就是过年去卖的 过年才会买的一个花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做到 每个月都是固定生产的 这就是利用了云南的这种自然的气候 才能去做到这个 每个月都会开花 所以这边的花 其实像这种有颜色 带颜色的花 其实在台湾的时候 它们就吹出来 它并不会这么的艳 它相对会泛白一点 就是因为这里的自然光照好 然后会有这种 就是深一点的颜色 颜色会比较好看 然后还有就是这边的光线 因为这边的光照好 然后它的 不管是叶片啊 根系啊 还有它的生长速度啊 都会比台湾要好很多 那像我们在这边 更适合就是做成品 然后台湾的话 我们会做前阶段的 像养苗啊 育种啊 这一阶段 我们说呢 这边就是空气好吧 空气好 气候好 然后风景漂亮 云南本身也是很多旅游的地方 然后就是很多在城市里面 看不到的东西 在这边都有 来这边的话很放松 因为很多朋友 我像我很多朋友 都是在大城市里面工作 以前都是在大城市里面 我觉得他们在那种环境下 就是如果说放假的话 我非常推荐他们来云南 也有很多朋友就是 一放假就会来这边找我 那我带他们 我从来不带他们去昆明市啊 我带他们来浮仙湖 带他们去我们松明 就不是说特别的景点 就是随便我们村子旁边的山上 带他们去走一走逛一逛 就非常的舒服 大家其实也玩得非常开心 那吃我们也不是说去高档餐厅或什么 就是农家乐 或在自己家里面就随便弄弄 其实大家来这里都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健康